提摩太后书第四章九到十一节 这是保罗临别的族妇和三种传道者 保罗说,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 使徒保罗作为一个被求者 而且预感到死其已尽的一个老人 发出了这个族妇是多么的殷切词 他要提摩太 这位年轻的传道者 他用福音所生的真儿子 尽一切的可能 争取快点到他那儿去 在离世之前 再能见到他所爱的人 这是人自常情 但是还有更深的缘由 第一,他说 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 因为迪玛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弃我 往贴撒罗尼加去了 第二,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 因为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第三,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 来的时候 要把马可带来 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 与我有益 在这个短短三级圣经当中 我们除了看到 保罗要提摩太快点到他那儿去的 三个理由 其实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了 三种类型的基督徒 或者是传道者 所以我今天主要的讲解就是 三种传道者 或者三种基督徒 第一,是半途而废的迪玛 第二,忠心到底的路加 第三,反败为胜的马可 我们先讲讲半途而废的迪玛 迪玛呢 曾经是和保罗同工的 这个 我们知道 在保罗的书信当中 也可以说 在整个的圣经当中呢 仅仅有三次提到他的名字 除了这里 其他的就是在 《斐利门书》第24节 《哥勒西书》第4章14节 《斐利门书》 保罗称他为同工 而《哥勒西书》当中呢 就没有任何的支撑了 到此可以说 《斐利门》呢 就被指着已经离弃了保罗 以及成为了贪乃世界者 这三期经文当中呢 《斐利门》可以说 真是积极的后退 实在是令人引以为戒 我们中国人时常讲 四道 不进这退 不是步步 更加进天国 就是一天一天的靠拢世界 罗德离开了信心自负 亚伯兰 日远一日 圣经就记载 他就渐渐的挪移帐篷 朝向索多玛 以色列人 不是凭着信 漫向应许之地 迦南 他们就是想后退 回到维奴治地 埃及去 迪玛当时 生活在 这个 被迫早期基督教的中心 罗马城 就像近代的 法国巴斯蒂监狱 搬了罗马监狱的阴影 也投在 迪玛的信上 保罗 迪玛的同工 教会的领袖 已经入狱了 日后那追捕的手 会不会领导迪玛自己呢 结果不被捉拿 和一个被收在 身间内院 又反叛的嫌疑 行上处使人做朋友 是不是 有所妨碍呢 罗马政权 会怎么看待他呢 一般人又怎么想他呢 一句话 迪玛感到了 压力很大 心中有重担 再说呢 保罗有一天真的 当众处决了 他要不要出场 像亚里马太太 约瑟和尼格蒂姆那样 去认耶稣的私手那样 去为保罗收拾呢 这又使得他 疑虑忡忡 至于迪玛 要去的城市呢 这里面讲是 帖萨罗尼加 它是马其顿的 最重要的一个城镇 在萨罗尼加海湾的 北部 古时候呢 这个城市的名字 叫头马 大约在公元前 315年 亚里山大死了以后 他有四个大将 一个叫做 克萨德 他就振兴这个城市 并且以他的皇后呢 帖萨罗尼加的名字呢 来为这个城命名 在保罗的时代呢 帖萨罗尼加是一个 自由城 罗马既有压力 帖萨罗尼加 又有引力 迪玛的脚步 就动了 因为他的新鲜动 但在迪玛的双脚 移动之间呢 确确实实 是他的新鲜动 保罗提到 迪玛因为贪爱 现今的世界 所以就离开了 不爱天国 就爱世界 这是必然的 事实上 撒旦主要呢 其实在世界上 只有两手 一个是逼迫 一个是利诱 在不同的时期 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人生上 魔鬼会使用 不同的方法 有的时候呢 也会交替使用 有的时候 甚至于双管旗下 就是所谓 威胁利诱 凡是做基督门徒的人 尤其是做传道者的 都难免承受这些 对这个呢 其实也并不陌生 问题是面对这些 我们做出 什么样的反应 做什么样的选择呢 要世界还是天国 要耶稣 还是要巴拉巴 所代表的撒旦呢 迪玛可能在压力下面 得到了一时的解脱 也可能在自由城 有个人的发展和收益 但迪玛的名字呢 从此就不见经传 圣经再也没有提到他了 昔日 一度跑来跪在路上 求问耶稣永生之道的 青年财主 圣居也是从小 受诫命的 自聚的那位 最后圣经讲 因为钱财甚多 因为贪爱现今的书士 也就在听了耶稣的话以后 忧忧愁愁的离开了 可叹 也可惜 今天也同样有这样的事情 比如为了移民去美国 加拿大等所谓的自由的地区 他们并没有得到主的呼召带领 就默然地撇下羊群 放弃了圣者 主持说过 有人在这个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个城 不要做无为的牺牲 但如果责任所在 使命所趋 以及命定为上帝的国受苦 却因为惧怕而逃避 这就是自己的心灵软弱 并影响教会 也绊倒别人 第一嘛 因为逃避艰难 就善于岗位 因为他来现今的世界 追求所谓的自由 就失去了 八福当中 最后也是最高的一种福分 甚至可能为了赚的世界 而失去了永恒的天国 在这个世界的末了 有着空闲的试炼和试探的时候 让我们听使徒约翰的话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因为凡世界上的事 就像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并今生的骄傲 都不是从父来的 乃是从世界来的 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 都要过去 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 是永远长存 约翰一书第二章15到17节 主的兄弟雅各 也这样讲 岂不知于世俗为有 就是与上帝为敌吗 所以凡想于世俗为有的 就是与上帝为敌 我们说敌马这个人的名字呢 意思是人群大众 或者是普遍的意思 他似乎正代表了历代不少的基督的追随者 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人 是贪爱现今的世界 而又不能跟主跟到底的 如果能够做尼哥底母 因着主的教会 自己的降服 以及至终克服人世间一起的虚华 交情 而得胜那就好了 因为尼哥底母 就是敌马 加尼哥 就是云云众生当中的优越者 得胜者的意思 同工同道 但愿我们也能够靠住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 而不要像敌马那样 做半途而废 前功尽弃的基督徒 或者是传道者 我想在我讲这个 忠心到底的路加之前 请大家听首歌 亲爱主牵我手 西秀兰姐妹演唱 我们怎么能够走完基督徒的道路 怎么能够走完一个传道者的道路呢 我们唯有握住主的手 神啊 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 情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路 我晓得人的道路也不能够走完基督徒的道路 我晓得人的道路也不能够走完基督徒的道路 你能够走完基督徒的道路也不能够走jenztrust 神是我兼顾的保障 凡投靠祂的 祂便做他们的盾牌 祂的道是完全的 祂的话是念尽的 祂引导完全人行祂的路 千万相 千万无奉 千万无奉 我平静 多软如 多苦 千万无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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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姐妹 各位朋友 我想再报告一下 如果你收听我们的节目 但是没有圣经 或者是你愿意为主工作 但你还没有我们信徒培训的教材 第一到第九门课 一共十一次 如果你需要的话 你可以写信来给我 虽然我们目前 对保罗的书信这部分 我们还没有印出来 但求主能够帮助我们 以后也能够为大家提供 但如果你需要前面的 这九门课的教材 那你就赶快的来信告诉我 来信呢 请寄香港邮政总局信箱 7600号 7600号 或者是3009号 3009号 信封商 请你写旺朝收 旺就是希望的旺 朝水的朝 不要忘记写清楚你自己的姓名 回邮地址和邮编号码 千万不要写草书 要写得清楚一些 好了 现在就让我们 现在就让我们再继续的学习 忠心和坚持到底的路加 我们知道路加是位医生 也是保罗的同工 同样的 同样的在哥勒西书第四章十四节 腓利门书二十四节当中 也提到他 成为对比的 在哥勒西书第四章十四节 迪玛作为保罗的同工 排名在路加之前 而腓利门二十四节当中 保罗并没有在迪玛的名字上加什么 却称路加为亲爱的医生 而到了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十一节 说到迪玛被淘汰了 独有路加在我这里 这是一个兔德的 卓绝无双的意思 苦难使一些假弟兄 或者贪爱世界者 和为主受苦的儿女分离了 却使另外一些人 使得更洁净 更亲密 更自己 世界的安逸舒适 吸引迪玛丢下年老 孤独的保罗 路加却甘愿 为保罗丢下自己的 行衣挂牌赚钱 享盛名的一切 在监狱当中 服侍 陪伴 体弱 有眼疾 以及需要同情安慰 帮助的仕途 自由城 使得迪玛 挪移了脚步 路加却迎面在 为主为人 放弃自己的自由 而出现在阴身 抑郁的 罗马城 和黑暗的监狱当中 路加有一种 图特的德行 和忠诚 他坚持到底 看主的旨意 弟兄姐妹 同工的情意 高过自己的名利 以及世上 反对势力的威胁 路加 给所有 做医务工作者的人 留下一个 多么好的医德 和分范 哪里有病人 救到哪里 哪里最有需要 就留在哪里 不是为了前而医病 也不是为了病 而看人 而是 为了受痛苦的人 而看病 人的生命 是最当受到尊重 和看护的 同时医治 肉体的疾病 减少人身体上的痛苦 仍然不是 完全的服务 因为去关怀人的 精神的伤痛 以及内心的生命 才是更为 深切的一个使命 可惜 今天在物质主义 盛行一个事态 许多人 看医不看人 看病不看人 看人不看心 所以希腊 医生 有句名言 值得提一提 他说 知道什么样的病人 比知道人患 什么样的病 更重要 路加对一切 从事医药布道者 也留下了 加美的矫重 要看顾 大众的疾苦 也要重视 个人 特殊的需要 在平安顺利的时候 要从事医药布道 在危险 俊病的时候 人们要坚持 在大医院 可以行医 在简陋的 一个诊所 甚至在监狱 也要献上 自己最好的服务 凡追随基督 这位救治人 身心的大医师 也应该像路加那样 有兔德的风格 别的医务人员 可能不愿 不去 不做 不想 不敬礼 但独有 基督门下的人 与众不同 要反世俗的潮流 去可敬本分 甚至为了救人 而超越本分 我有机会参观 两三个 是由 我们教会的基督徒 所主持的医疗机构 一个 当然是 很大 很富盛名的 我想 这我暂且不提 另外两个 可以说 是在 偏偏的地方 是在 不那么 发达的 一个地区 有的是 专家教授 但他 甘愿在 一个小小的地方 甚至跟他的 一家 都在那儿 坚持着 义务工作 发挥了 很好的影响 帮助了 当地 许多 有疾苦的人 而且 与世俗的 医疗 机构 和医生 有所分别 他们不是为了钱 而在行医 他们也不单单是为了 病 而去看病 他们 愿意 温暖人的心 愿意 帮助别人 而尤其在 河南的 一个城所 当地 我们这位弟兄 这位医生 他付出了 他的爱心 和弟兄姐妹 一起 帮助了 许许多多 贫苦 残疾 在垂危 边缘的 那些人 一直赢得了 当地的 好评 许多记者 电视台来采访他 但是 他只说 我们做的还不够 真的 每代以来 有许许多多的人 追随着基督 追随着 路加 在最有 最有 需要的人群当中 贡献他们自己 我想 今天 这个 知道我前面 所提到过的 希腊名医 西坡 咖啡的人 可能不多了 而路加的名字 却为多少的人 所熟悉 甚至多少的医院 学校和个人 都愿意采用它 最奇妙不过的是 上帝就拣选了 这位 半希腊化的人 写了新月 二十七卷 圣经当中的 两卷 路加福音 和死图行传 路加福音 是突出 耶稣 作为一个 完美的人子 这就需要 有一位 堪称 人 这个光荣的称号 有人性 有人情 有人格的人 来写 没有比 即使在最黑暗 最艰难的岁月 以及环境当中 而能坚持 和使徒 同在一起的路加 更加适合于 写 使徒的行众了 因为 它 有着第一手的字要 加上 亲身的感受 和圣灵的光照 这两句圣经 超越了 我想二十个 医学博士的文凭 比任何医书 更加能够 有助于这个世界 在许许多多的 医生当中 也独有路加 蒙受 这个特殊的 托付和福分 弟兄姐妹 人生的真正价值 和意义 在哪里呢 真正的名和利 是什么呢 路加的医生 不是很有启发吗 路加不愧于 他的名字 就是光亮 照耀的意思 路加 曾经在 最黑暗的 罗马监狱里面 照耀发光 在最阴寒 冷落的地牢当中 温暖 人性 面对许多半途而废者 以及在信仰上 有始无终的现象 相当普遍的 出现的时候 路加这种 弃而不舍 忠心到底 坚持岗位 舍己众人的精神 显得多么的崇高 动人啊 而上帝 也不亏待人 反能忠心 反照主的光辉 在黑暗中 做金光者的人 主必施以 更大的亮光 更多的工作 我知道 今天 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 也有不少人 他们从事医务工作 有的是 从事医药不倒的工作 有的虽然 没有受过正规的训练 但是 用着他们 那双服侍人的手 用着他们那颗 活热的心肠 也在帮助着 许多的病家 或者是身心残弱的人 我也感谢主 我的哥哥和弟弟 耶稣多医生 他们也懂得 效法 主耶稣基督的教重 在他们的范围里面 在他们的影响所及 也能够 为人权做一点工作 弟兄姐妹 圣经讲 蒙昭的多 选上的少 但启示录当中说 那些蒙昭被选 有忠心的 也必得胜 蒙昭被选 加上忠心 而且还要 致死忠心 真是难能可贵啊 在人不能 在上帝 凡事都能 人如果仰爱主 自解 就必做尊贵的器皿 在这个大浪 掏杀的时代 在蒙昭多 选上少 忠心到底 又有几何的时候 但愿上帝 能够兴起更多的 今天的路加来 但愿你我 也成为其中之一 好 我第三弹 会讲 反败 为胜的马可 在这之前 我请大家听一首歌 我今撇下一切事物 悲起世价格严肃 感受描适 烟起平补 一心跟住走在路 前我所爱 所目所求 今与顺心痛归几 但我又适合更幸福 神与尽度我相守 去吧今世 名利福乐 太把痛苦与交集 为主活着苦事喜乐 有主心 陈俊尽度我相守 灵确 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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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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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你没有节目表的话呢 你也可以来信告诉我 我们可以把新的节目表寄上给您 您可以跟着这个节目表所指质的时间 据您说方便的时候来收听我们的各种节目 我的通讯地址还是香港邮政总局信箱3009号或者是7600号 你就写旺曹收 你说旺曹我希望有一张节目表 我收到以后一定会把你所需要的节目表或者圣经或者是信徒培训的教材寄上给您 好了 现在继续看提目太后书第四章 这个我们再看这里讲到的 反败为圣的马可 新的圣经当中的马可楼很出名 祖父和圣天以后120个门徒受圣灵就在那儿 马可约翰的母亲呢 也是一位日新跟从主的妇女 而且也是经常在圣经里面被提到的一位 她可能是一位富有的遗孀 在财务和聚会的地点上 给早期的教会 甚至于耶稣和使徒呢 很大的方便和支持 而马可自己呢 就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富有的家庭 也是一个爱主的家庭 在马可的生涯当中 可以看到这个家庭的烙印 马可从小有机会认识主 如果同意一般解经家的观点 那么唯有马可福音有记载的 也就是在科西玛尼远 耶稣被作拿的时候 也就是门徒都离开他逃走的时候 圣经记得有一个少年人 侧身披着马步 跟随耶稣 众人就作拿他 他却丢了马步 侧身逃走了 这段很可能就是 马可本人自己的智数 马可爱主 门徒这时候逃走了 他跟随主 马可爱主 在漆黑的夜晚 他离开灯珠辉煌的豪华的大厅 或者是温暖的睡房 在寒冷的时光 来到漆黑的院子里面 跟随主 马可爱主 可能突然听门主耶稣 可能欲有不测 还赶不及 枕章前来 仅仅 披上了一个 高质 昂贵的细马衣 来到科西玛尼 但是马可 毕竟年幼 在追捕他的手 突然要伸向他的手 他次身逃走了 多少也可以说 在思念当中软弱了 在极难当中 临阵逃脱了 里的也有不少的少年者 或者是属灵经验不深的人 在苦难逼迫当中 也丢下了主的义袍 自己宁可光着身子 逃避了信仰 远离了为我们受苦的主 如果说马可 作为富家子弟 过半忧郁的生活 不堪重负 而艰苦的事情 在这里呢 还不十分的明显 或者也不十分 确定的话呢 另外有个清楚的记载 是在《十六行传》呢 里面所讲到的 在十三章十三节 说到他在保罗 第一次游行布道的时候呢 曾经和保罗同工过 但是刚到了 庞菲利亚的比加 成为约翰的马可 就离开保罗 和他的表哥巴拿巴 等等 自己返回耶路撒冷去了 这次呢 并没有坐拿他的手 但很可能是旅途的艰辛 未知的前途 是马可流连起 耶路撒冷舒适的家来 结果就开小差 离开了布道队 他也进一步呢 埋下了日后 使得使徒保罗和巴拿巴 分手的种子 在《使徒行传》 15章36节说 过了一些日子 在安提亚 保罗对巴拿巴说 我们可以回到 从前宣传主道的个程 看乱弟兄们的 情况如何 巴拿巴有意 带称呼马可的约翰铜去 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 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 不和他们同去做工 就以为不可带他去 于是二人起了争论 甚至彼此分开 巴拿巴带着马可 坐船去居比路 这是在《使徒行传》 15章39节 这是在庞菲利亚的软弱 影响就更大了 应该说 保罗的行程是辛劳的 他们曾经遭遇 种种的困难和穷乏 并且为各方面的危险 所困扰 巴可就在这个地方 被惧怕和失望所压倒 使得他拿全心献身 从事圣工的意志 一度动摇起来 他出来嬌生惯痒 未经历苦难 由于路途的危险和艰苦 就灰心了 他过去在顺利的环境当中 工作相当的有成绩 现在在那经常包围着 开拓工作者的 反对和危险当中 就不能做一个 持字架的精兵 忍受苦难 他仍需要学习 以勇敢的心 来应付危险 逼迫和苦难 可惜 马可在这次做逃兵的经历以后 他一想到 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一想到 众先贤 披荆斩击 勇往直前的事情 他就惭愧 报会 并且靠着主 重新的激起 运行 再一次的 献上自己 再说 巴拉巴 这个 一面因为 马可缺少 人生和属灵的经验 而宽容他 一面 也在往后的工作当中 不断地锻炼他 教育他 提高他 终于得到了 报仇 马可 反败为圣 毫无保留的 献身给主 以及主的事工 在坚然地区 传扬福音 直到 味道 训声 相传 马可是 从彼得受教信道的 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 彼得称 我儿子马可 也有人认为 马可是 彼得的书记 而马可福音 一般被认为 是四福音当中 最早的一本 是马可根据 彼得的建文 以及所提供的资料 在圣灵的感动下 所写成 马可虽然 没有到 三次否认主的地步 但在一度软落 后退 跌倒 以后又站立 刚强为主的 事工 奋不顾身 以至舍命的事上 马可和彼得 很相像 都代表了 反败为圣的 基督徒和传道人 有软弱 甚至跌倒 仍然不是没有希望的 哪里跌倒 就在哪里 再靠着主 站起来 如果马可 不是后来悔改了 那就几乎 和笛马 差不多 只不过是一个 贪爱 现今的世界 而另外一个 是榴莲 安若沃 过一种 没有负担 和责任的生活 罢了 但感谢主 马可 这位彬彬有礼的 却又是胆怯者 终于因为 基督的爱 而改变 发展成为一个 难能 可贵的功能 保罗 保罗后来 又和马可 言归和好 并且呢 结束他为同工 他也向 哥勒西人 推荐 马可 是为 上帝的国 与他一同工作的 也是叫他心里的安慰的 哥勒西书 四章十一节 而现在保罗想到 自己即将离世 想到马可 在传道的事情上 与他有意 他是多么 希望临死之前 再见他一次 面受上帝的训言 所以他就要提摩泰 把他带来 而且我们也感谢主 马可 他如果 哪怕是一个 附加子弟 如果不能够 追随主到底 今天 他的财富 就和坟墓 一起 为时代的巨浪 所淹没 但他献上自己 非让自己得到 真正的心灵的付诸 而且为 全世界 提供了 马可福音 使许许多多的人 因着主耶稣基督 而成为 一个心灵 信心的 付诸者 这是多么有意思 所以 一度的失败 软弱 不要紧 我也知道 在我认识人当中 有一度 在困难 压力之下 有人软弱了 但是一旦主的爱 再次的 感召他 一旦他 再次的看到 杨犬的需要 也认识了 自己软弱 他们也重新站起来 为主工作 献上自己 献上自己的余生 弟兄姐妹 能够 不软弱 当然最好 但哪怕 即便有软弱 甚至跌倒 也掉进 只要重新 靠主站立起来 重新 再刚强 当然 我也知道 我最近刚刚听说 有位年轻人 他也是为主 传福音 经受了许许多多的痛苦 艰难 独打 我轻而听他讲 他说 他在为主工作的时候 其实对主耶稣的认识 还很肤浅 当他的苦难当中 他就后悔 痛恨自己 为什么 不早就把基督的道 基督的形象 分分复复的灌注在 他的心田里面 在脑海当中 但是 上帝就接受苦难 炉 炼净他 让苦难做一个学校 他说 我在苦难当中 对基督的苦难 开始有了一点恋许 所以 当他经历了苦难 被释放以后 他们两位同工 不是抱头痛苦 而是相互的大笑 我们释放了 又可以为主工作了 弟兄姐妹 下面我想请大家听首歌 一颗年轻的心 献给耶稣 我可梦 我可梦 请尽祝 余地心得随住 我可目陷于主 让谁荣耀充满我 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 打开我纯洁的心灵 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 让你我供服心灵之间 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 打开我纯洁的心灵 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 让你我供服心灵之间 我可目陷于主 我可目陷于主 让神荣耀充满我 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 打开我纯洁的心灵 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 让你我供服心灵之间 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 打开我纯洁 打开我纯洁的心灵 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 让你我供服心灵之间 谢谢这首诗歌 一颗年轻的心献给耶稣 弟兄姐妹同共同道 我想圣经当中留下马可的经历 对我们今天仍然非常有启发 青年基督徒传道人 如何从马可的经历当中 学习到使自己更加成熟老年 学习克服困难 消除怜慕安逸生活的心理 并且从自己软弱失败当中总结经验 重新攀登十字架的高峰 而老年人有经验的目准 要学得保罗扶持体系 培养厚敬的青年 忍耐着并且为青年人的成功成长 而祈祷为他们的工作 并且接纳曾经有过软弱失败者 那么许多一度软弱后退的人 也会像马可一样反败为圣 好了我们今天主要谈了迪马 半途而废者 路加坚持忠心到底者 而马可反败为圣者 这三种基督徒传道人的瑞幸 求主使我们最好能够像路加 从心到底坚持到底 但至少也要像马可 结果有失败要反败为圣 但千万千万不要走迪马的道路 为了贪赖现今的事情 放弃基督 放弃真理 放弃教会 放弃在磨难当中的统工统道 好 好了我们下次呢 会把提摩太后书剩下的 第十二节到二十二节 研究完 然后我们就会 实习教母书信的另外一卷 提多书 愿主赐福带领我们 一步 带领 接着 接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